这两个动作前面也是有的 只是方向有所不同 抱骨归山的要点是 手脚同时运作 不能手动脚不动 反之也不行 这是非常容易犯的错误 注意手的动作 右手前伸时要立掌 也就是略有斜掌螺旋前伸 请注意转动脚时 脚尖膝盖要保持一个方向运动 要开裆开胯 我们再整体地看一次 我们接下来跟着来一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